Life Friendship Beauty Girlfriend Talk Show 跳一下好了 歡迎收看Girlfriend Talk Show 今天為什麼又是這樣子 假鬼假鬼的一個老師的姿態呢? 因為今天呢我們就是要推出 大家非常喜歡的單元 什麼? 健忘與難忘又回來了嗎? 歡迎大家收看 健忘與難忘的 英文教室 他次 那因為我跟王紅芝呢 都有就是去美國留學的一個經驗 所以呢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去美國留學一定要知道的 N件事 為什麼是N件事? 因為我們實在也很難掌控自己 到底會說幾件事 因為我們就是很高威啊 所以先講N就不會有問題囉 首先呢我們第一件事情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How are you? 到底要回答什麼? 因為How are you?就是一個迷魂症 常常大家聽到的時候整個傻眼 就像是那種夜晚中被照到的飛鼠一樣 什麼叫做夜晚中被照到飛鼠? 就照到的時候然後就這樣子傻住了 有時候你就會覺得 老外你為什麼要問我 How are you? 一開始學英文的時候呢 大家問你說 How are you? 台灣人就會說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天啊為什麼你可以講這麼快? 這樣真的太兇了 美國人真的會嚇到 而且美國人真的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我跟你講其實美國人呢 是一個雙面的一個個性 他其實真的沒有那麼想知道 你到底過得好不好 真的 Who cares 啊 他根本就只是 How are you 的意思跟 high 是一樣的 你就說 I'm doing good I'm doing good 那如果真的不太好呢? 不太好的同學 請你在這邊不要發表你的 就是以下三百次全省略好嗎? 沒有人想知道你的悲慘生活 你總不能說 Oh not very good I just broke my leg 那真的是會引起很多困擾耶 誰想知道 如果真的不行 你還是要說 good thank you 我個人是最喜歡 就是他問完 或都講說 I'm doing well 之後 再立馬再講他一句說 How are you? 然後再也投也不回也不聽就直接走 How are you today? Good how are you? 留下一臉錯愕 這真的是最帥的方式 給他看我們的背影 你不覺得就是 美國電影很喜歡問人家問題 就是問一些 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的問題 一進去他就會撲上來 然後說 How are you today? 那你在結帳的時候 他還會再問你說 Anyone helping you today? 呃呃 Yes 然後他就會問你說 Who is she? 整個變推理劇了你知道嗎? 很恐怖 我怎麼會記得他是誰 所以重點就是 美國人跟你打招呼的時候 不慌不忙的 就是直接說 很簡短的一個字 好或不好 然後立刻將他一句 然後回他說好 are you 以後再也投也不回 好啦 那我們趕快進行到下一個 我的就是美國的朋友 就在聊天很開心 但我就是聽不懂 他們都在說什麼 該怎麼辦 真的很多的留學生都會碰到這個問題 就很想要跟大家chill out 結果發現去party以後 真的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但是你又很想回應 沒錯所以我們今天就要教大家如何移去神敷衍 好最簡單的第一個字 尤其是女生很記得可以用 不管他在講什麼話題 你想要附和他 你就說 I know 你知道那個達賴喇媽的生日是 其實她是處女座欸 你就說 I know 代表說你真的知道你生歷其盡 你真的懂她的心情 我覺得就是你只要記得說 比如說 Awesome You are the best 這種 Amazing 或是這種假裝很吃驚 我覺得他們都喜歡一些很浮誇的一些回應 Seriously Seriously也是一個非常好用 一個神敷衍的一個句型 比如說你聽到別人在講一個很扯的事情 或者是想要 就想要 你自己想要裝幽默的時候 對 面對外國人的時候 這時候你的心情就是 我要裝幽默 是 因為美國人都是覺得 誰最幽默的誰就是 那個世界的王 所以就這種很浮誇 Seriously 對 比如說 我昨天就是吃一個東西 然後吃很多 然後呢 但是呢他們還說 我想要餵 Seriously 而且我覺得他們也很喜歡說 Like這個字 I'm like She's like I'm like Seriously 我覺得真的好像煞有其事 我真的很想揍你耶 好 下一個呢 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 就是 有時候在美國啊 吃東西你也要以為 就直接說 Please give me that 就好 或者是像日本就 這種就覺得好像日子可以過下去 但是 完全錯誤 美國真的點餐其實很難 有時候就什麼義大利麵的名字 全部都聽不懂 什麼Penny啊 什麼Rigatoni啊 到底是誰 是那麼多義大利的兄弟嗎 Massanati啊 你不要一直亂教大家 不是 就是你去那種義大利的餐廳 然後比如說跟男朋友去 就點 原本以為spagetti 點了 就是水餃 真的 那裡面還放一些很奇怪的餡 就很不爽 真的 或是吃一些brunch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MISS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egg? 蛋就到底要一面熟還是雙面熟還是怎麼樣 奇怪我想要吃荷包蛋 但我不知道荷包蛋怎麼講 那怎麼辦 就scrumbled egg啊 我已經吃了兩年的scrumbled egg 其實不想吃scrumbled egg 但是只會講scrumbled egg 所以就永遠都吃那一種 沒錯 其實它就有分的 那譬如說像太陽蛋啊 或什麼之類的 Sunny side up 或什麼over easy 就非常多 或者是去那個 點一些需要人家幫你服務 或是加一些菜在裡面的那種素食店 比如說subway那種 你看到菜你真的不知道要點什麼 然後那個 店員那種黑人女的臉超臭 What do you want? What kind of bread? 那你要怎麼說 the good one 真的會不知道 譬如說或是你去星巴克 台灣人喜歡吃一些熱的食物嘛對不對 對 那邊很多的麵包什麼都冷的 你有時候就想說 可不可以幫我加熱 對 加熱到底要怎麼加 請問 到底要多hot 你的英文都完全派不上用場 真的 有時候就是一些那種小小的那種美角 要用的時候就放很少 如果是麵包吐司系列的話 就是Can you toast it 我記得是這樣 或是warn it up也可以啦 對 不要再make it hot了好不好 真的 到底要躲火辣 大家聽了都turn on 怎麼辦 我覺得一切的困難都在於 跟店員面對到店員的時候 真的很難 有些東西就是叫不出名字 在美國會售其實就是這樣 因為你真的就做不了什麼事情 就在家裡哭 有沒有人在美國就是 三餐都吃水餃跟我一樣 我真的回台灣以後再也不吃水餃 沒有 我跟妳 三包是一塊 三包是一塊 水餃 水餃 義大利麵咖哩飯 隆登 學生回國的時候 最不想吃的三個東西 我說人到底為什麼要吃這麼多水餃 就是因為真的不會講英文 還有就是我覺得在美國啊 有一件很困難 是因為他們就是地廣人稀嘛 所以就是有時候服務沒辦法 他們即使 所以他們很常用是客服的這個東西 對 就要打電話去 其實非常常 比如說信用卡啊 辦銀行的帳戶啊 或是水電啊 網路啊什麼 都需要打客服 其實說要客服 就是真的是不好回憶 我到現在就是其實有一種 不太開心的感覺 因為你以為說你打過去 好像只是十分鐘沒有 是大概兩個小時到三個小時的事情 而且真的是一種心靈的創傷 有到創傷這麼誇張嗎 就因為台灣的客服實在是太好了 就是他就很親切禮貌的說 欸那還有什麼地方我可以為您服務嗎 類似這種 就覺得客服是一個 立刻可以解決問題的人 但美國就是根本就沒有 一直轉來轉去 然後叫你按一堆鈕 然後輸入一堆就是號碼 通常就是電話最後都轉到印度口音的一個 對啊 What the problem Thank you for calling 這到底要怎麼貼到最後就獲獄這些東西啊 就是美國生活真的大不易欸 其實要客服 首先你不管怎麼樣都一定要先要求 就是專人接才行 因為有時候機器它就會說 Please describe your problem 對不對 你就想說天啊也太高科技了吧 真的 AI的智慧 美國很閒情 你就很認真地跟他講說 喔什麼我的computer怎樣怎樣怎樣 他就說 我無法辨識你剛剛講的那段話 他就想說 很想翻桌子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堅持一定要到專人接到你的電話 而且接到以後你要非常兇 不管你是怎麼樣 就是很兇說 我的人生就是停在這裡 如果你不解決的話 我的人生沒有辦法走下去 天啊我覺得你真的也太兇了吧 沒有我跟你講你要是好好的 就是他都不會理你 他都覺得這個就是 喔你這就是 give me a try 所以美國人會爆炸其實都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們克服實在太爛了 其實我覺得他們也蠻可憐的 因為美國也真的是非常多的移民嘛 然後還有很多各種口音的人 有時候就是我們打過去的話 我們英文也不是很好 有時候解釋的一些問題大家也聽不懂 對在這邊就想要分享一個 唐姐跟我講的一個留學小故事 就是這個故事其實整個告訴我們就是 英文一定要學好好不好 那就是說有一個人呢他就去留學 然後呢他就開車 開到最後呢就爆胎了 可是他就很緊張 他可能就是在鄉間他不知道怎麼辦 他打給他的信用就是那個保險公司求救 那他真的不會講爆胎的英文 爆胎那誰會啊 沒有人會啊 真的 你是說我的car is broken 就算了就真的不會講 所以他保險是一個黑人 就是問他說 就是what's wrong with your car please tell me 這樣然後他怎麼辦 他就說他很緊張說 my car is boom boom 然後瞬間 大家都傻眼啊 那個保險也真的不知道 但後來好不容易 就整個車被拖掉走到修車場 然後都修完以後 那個黑人的保險專員就說 you please don't boom boom again 所以就跟大家就是這個英文真的要學好了 真的啦 我跟你講真的是 真的要到那邊才會發現說 什麼樣的英文是用得到的好不好 不要再被那些單字的書沒有用 就是一些就是面對 面對電源啊 或是面對這些電話啊 溝通你的小技巧 一定要大家要把它記起來 好啦那我們趕快再回復一下今天 就是重新溫習一下今天所教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 不要理how are you 的迷魂症 不會懂的時候你就用神敷眼 譬如說 Seriously I know you are the best 第三個呢就是關於點餐的時候呢 真的是一些小東西自己要掌握 今天我們教的呢 基本上你去星巴克啊 薩布桂什麼都可以 就運用得很好了 老師在這邊有一個心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美國餐點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 都有一些奇怪的菜色耶 什麼 Mongolian Bean 對 Orange Chicken 對上海牛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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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cken 到底哪裡來的 那你要不要告訴大家 到底該怎麼辦 如果他看了一個菜單 然後一堆這種奇怪的東西 他要怎麼點 各位同學 只要看到有中國的地名 再加上肉類這種東西 都不要緊張 因為他吃起來都是一個樣子 對 他是牛肉 他就是牛肉雞肉 再加一點醬油去採 對 所以你們不要害怕 看到不管是什麼核肥啊 或是什麼蟲子 花椰菜 花椰菜牛嗎 花椰菜牛吃起來也是一樣 只是加花椰菜 還有必學的一個字就是 Teriyaki Teriyaki Chicken 大家看到這些都是安全牌 沒錯 就是炒的 炒醬油炒 對啦 不要害怕 好啦 那這是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關於你要去美國留學 必須要知道的 N件事 其實我們沒有很認真在教學 大家只是就是徒徵 大家困擾而已 沒有 我覺得我們是很真心的把 一些我們留學的小知識 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們有些什麼 像有問題啊 就是想要問我們 或是想要分享 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對 或是說你有什麼其他的神回應 或是你都怎麼樣敷衍你的意思 就是美國同學 可以歡迎告訴我們 跟大家 我們也真的很想要再去 學一些東西去敷衍美國人 沒錯 那或是你有其他的想法 或是希望再看這一集的續集 或是其他主題的話 也可以留言給我們喔 那今天就先這樣囉 掰掰 掰掰 而且美國人很喜歡自己做午餐 那他們可能很會做啊 沒有 他們做的都真的 你一開始想說天哪 他是不是小廚娘 結果拿出來真的三明治亂弄 亂壓 是因為怕你 很噁心 然後用保鮮膜幫他 三明治 然後整個火腿都蹦出來 我真的不懂啦 有沒有人可以分享一下 好啦就這樣子啦 小知識